哦表白啊OKOK进来进来接受 喂 嗨嗨嗨嗨嗨谢谢你 嗨对不起啊一波三折 不是不是彭老师谢谢谢谢 我知道您特别忙 而且你在那边又有又跟我们有时差 所以我们时间要能够match掉也不容易 真的非常谢谢彭老师你大大光临 真的您辛苦了谢谢您在参与 好那个首先彭老师您现在您是在那个白宫附近是不是 听说你这么离白宫很近 拜登拜登离你很近对不对 对对柳杰克那个我先要确保你的安全 你不怕死哦 我不怕死啊 有时候你跟我联系 我不怕死啊我真的啊 请多保重哦 对对OK彭老师我跟你讲就是我为什么不怕呢 我为什么不怕怎么样 因为你都没事轮也轮不到我嘛对不对 要找也先找你啊怎么会找我呢对不对 等我被解决掉就是你了 你目标 这样不错哦我现在正在寻找这个不怕死的人 所以将来有政经关不了被关掉以后就换你了 你目标那么大挡在我前面我怕什么对不对 我没什么好怕 就是由您这个大数挡在前面我OK啦OK啦 所以只要你OK我就心安对不对 那你如果真的你如果真的怎么样我可能就哎糟糕但是我也排蛮后面了还前面还有很多个朱学恒啊什么都排我排我前面了对不对 那那个彭老师啊那个我先先想先请问您一下哎您您这一次呃网网路遥传你是跑路去美国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哦真的吗可以啊没有关系啊最好还可以讲的更夸张一点对不对什么杀人越货啊捐款潜逃这样可以把这个故事性啊就是你知道好莱坞电影啊最怕没有张力嘿嘿嘿嘿 就是要有张力啊你看哦你去看那个好莱坞电影一开始对不对可能有一个人呢这个看起来就一脸坏人样嘿可是最后呢你会发现凶手竟然是那个文职彬彬的那个呃某个大家都觉得他是好人的人对不对对对对这就是好莱坞电影嘿嘿那大家都知道嘛如果常追踪我的节目就知道这个论文们将来我一定会拍成电影嗯你知道很多人对这很感兴趣哦有这海外很多投资人对这个电影非常感兴趣 嗯那所以今天要铺陈这个梗啊那形容我什么逃亡啊最好是杀人越货啊啊啊还是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反正什么强盗抢劫什么无所不畏呃然后最后发现哦原来他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呃这个候选人这样也是不错啊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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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完全没有在乎呃网路上这些人那以前我在七年前主持政经现实批的时候嗯 嗯我在节目中的每一句话每天都会有人开这个呃现场的这个呃追踪嗯那时候是在网路上红到你知道非洲去了那现在网路上已经被1450盘踞了嘛所以我还是我我没有变我七年来从政经现实批到现在我的主持风格我的想法我的理念从来没有一天变过嗯我的立场也没有变过我从来没有摇摆过 什么忽蓝忽绿忽红或者忽统忽度我从来没有摇摆过我的信念自始至终是这样子的嗯我有我的价值嗯那网路上的这些风向因为他们去开始他们因为你也知道政府当有500多亿可以做大内宣的时候他有什么东西不能做嗯所以你有天你看到什么我呃反正要怎么诋毁我都无所谓了嗯我的基本信念就是说 你把我说成是江阳大道也没有关系那你就可以生出一本论文了吗嗯你这样就可以毕业了哦你这样可以毕业的话那我们都我们都来那我们两个互相抹黑好了嗯柳杰克我我抹黑你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拿第二个博士嗯所以这是没有用的你转移焦点干嘛呢嗯今天不知道讨论彭文正要选总统还是彭文正要选好人好事代表我再跟你讨论你的1983年的学位是诈欺的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1450不要白费力气嗯嗯 嗯嗯嗯好那那个首先我想先问问彭老师几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虽然彭老师口若悬河但是毕竟小弟我也拟了提纲所以我们还是照一下节目弄当中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关系提纲我我随便问完然后然后我们可以开支善业随便讲都没有关系哦那就是首先这是因为我有几个问题是我自己真的对这个彭老师我真的很想要问彭老师因为呃 呃我知道就是彭老师你以前也是一个非常曾经是一个非常知名节目的一线主持人哦就是光鲜亮丽收入也很丰厚现在现在更知名啊现在沦落到街头艺人不知道您自己这样讲啊现在变成就是就是也是跟我一样这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频道组当然你比我红多了啦哦那但是我我我说就是从呃您的那个在民事的那个节目被被被被被关了 你来到到今天啊大概应该也是九百多个两年多嘛对不对有九百多天了吧对2019年的4月22号嗯到现在刚好是两年又六个月两年又六个月六天好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我们可以就大家都知道您一直在追着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论文们来来就是猛追 呃穷追不舍穷追猛打这样子啊那我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力量什么样的动力这样驱动着你去追着蔡英文论论文们这样一直紧紧要的不放是为什么为什么你有怎么样的力量支持你去做因为毕竟你是要跟政府公企去对嘛对抗 好我首先呢引用这个台北地检署的说法嗯然后我再谈谈我的内心事件好台北地检署的说法就是呃侠怨暴富为了生计啊心生怨对嘛哎啊这很有趣啊嘿你想想看有一个人我们先拆解了哈侠怨暴富心生怨对这件事情就如同刘成武讲的刘成武说哎 哎黄文正你的律师没有办法代表你说明你的心境的犯罪动机所以你必须倒庭来说哈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取代我的说法嘛嘿那请问黄伟检察官又凭什么可以判断我是侠怨暴富嗯跟这个心生怨对呢这不是矛盾吗嗯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好了我们就谈这个侠怨暴富心生怨对哎刘成武检察官在他的呃书状上面他已经确认了我的节目是蔡英文官的哎 嗯我还单姓半爷他竟然认证了嗯他就说因为我的节目被蔡英文官了所以我心生怨对侠怨暴富嗯所以台北地检署第一次认证了政经 关不了啊政经现实批啊政经看民事你看太久都忘了我的节目名称嗯是由蔡英文官掉的这是台北地检署认证好 第二个很有趣的啊他跟我说我这样子是为了为了生计啊那这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人可以对抗 国家元首可以获得生计啊请你举第二个例子来告诉我嗯那当然刘成武检察官他是不知道说我以前在民事有多红啊对他他不知道我在民事的时候收入有多少所以他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嘿现在呢应该是以前的十分之一吧嗯嗯所以这个就呃检察官的说法那对我来讲其实你知道我是公轻便士主嗯我本来这些论文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2019年4月22号节目被关了嗯嗯 那我在8天之后复活嗯我在2019年5月1号政经关不了正式上线嗯哼上线之后呢我们就还是一样啊跟你一样就是我们跟很多人一样我我只谈一般社会议题对啊而且各位回去看看我在2019年5月份前后 我觉得我要比起现在的很多名嘴很多节目呃批评政府的力道我觉得我还排不上前五名吧嗯我的节目我以前我在呃民事也好我在一电视也好我觉得我个人属于比较我是属于那种立场很坚定但是手法很温和的主持人嗯就说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有很清楚的立场嗯但是我不会三色心我也不会骂人我也不会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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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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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到6月下旬 曹上青老師在我的節目當中爆料 說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全世界找不到 那你也知道我這個人做節目有個習慣 我不會去喊來賓 也不會去撿來賓的話 即便他跟我說 我今天早上來唱節目之前碰到外星人 我也不會去撿他的話 因為我覺得那是你的言論自由 所以曹上青講完這段話以後 我其實捏了一把冷汗 我說一定要這樣搞嗎 可是他這話觸動了我的新聞筆 於是我就去搜尋 因為我在學界要找一篇論文 那真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我們每天都在找文章檢查 我發現真的找不到 呆基打雕啊 因為沒有一個學者 在畢業後38年 他的論文會不見的 網路上會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你知道捷克 我的論文可能找不到 這我有可能 但是絕不可能在電子檔中 網路上是沒有留下痕跡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 你更不可能找到一本神奇的論文 從來沒有被人引用過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沒有你自己會引用自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寫的文章實在太爛了 爛到沒有人要引用你 你自己會引用你自己 所以從來沒有被引用過的文章 他告訴我 這裡面一定是有問題 所以才展開了我追論文門的開始 那接下來我的老師輩的賀德芬老師 開了個記者會 我就跟你一樣 我只是個觀眾 我在那邊看 賀老師的記者會 直接挑明的說蔡英文是賈博士 那時候我也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但是我作為一個法律人 我作為一個媒體人 我當天就請賀老師上我的節目 我說我想來問個清楚 為什麼我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因為我懂 如果你現在突然跟我講什麼醫學啊 財經啊 或者是什麼外太空啊 發射火箭啊 我可能沒有辦法追到底 可是有沒有學位 我在台大這20年 我指導過至少 直接指導超過100篇的 碩博士論文 對 我這20年 每天挑燈業戰 就在做學術研究 我怎麼會不知道一本論文 一個學位的產生 所以這對問題對我來講 我是很內行的 我就在台大做過行政主管 在教務處也擔任過行政主管 所以我對聘任 升等論文 我是寮若執掌的 這就是我寮若執掌的原因 因為我懂這個問題 而且我發現這確實是個弊案 不管他是誰 他是蔡英文也好 他是拜登也好 他是習近平也好 如果這個問題 進到了我的眼界當中 我不會視而不見 該說實話 我就會說實話 這就是我走上 去調查論文門的原因 然後我越走越發現 毫無疑問 這就是個詐騙集團的行為 你知道我就開始往下走 往下走以後 我就開始被查水錶 被打壓 被抹黑 那我的個性剛好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抹黑我 打壓我 我的性質就來了 我就開始把這些事 當成我終身的職質 那一直到今天 那你繼續通緝我 我的性質更高了 我原本想在台灣玩一下 你要這樣弄我 那我就全世界走一遍 這就是我查論文門 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以上如假包換 如有不屬實之處 願遭受天打雷劈之譴責 以上報告捷克 好謝謝 謝謝彭老師 就是剛好彭老師 你的個性也是 也就是這樣了 就是他竟然來搞 你就激起你這個鬥志了 反正就跟著你豁下去了 好OK 那但是我有一點 就是蠻想要知道的 就是在彭老師 您調查整個論文 蔡英文論文的這個疑點 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遭受到任何的阻攔嗎 你如果有的話 能不能舉幾個具體例子 說明一下 不順的地方 先這樣講 不順的地方超多的 我們先這樣講 其實在2016年 在灣區有一個 灣區的一個學者的論壇 那裡面百分之百都是獨派 沒有沒有 就全部都是挺蔡英文的人 毫無疑問 那有人轉了一封信給我 嗯 好 他告訴我說 他們在2016年 其實在選前就已經有人知道了 蔡英文的假論文 假博士的事情 嗯 可是他們只是在群組中問一下說 有人知道這件事嗎 到底怎麼回事 嗯 就立刻 受到了台灣的外交部的高層 因為外交部的高層跟他們之間的 聯繫管道都有私人的情誼 叫他們說這個話題不要再談了 這是在過了三年之後他們告訴我的 說他們其實四年前就已經有這麼一件事了 嗯 好 那這個手 這隻手是從來沒有離開過 嗯 因為蔡英文知道 這是他的死穴 這是他的七寸 這是他的罩門 那從我跨入這議題開始 那就不必講了 我我家被查稅 嗯 我跟我太太 同時 兩家公司 同一天 收到 這個 存證信函 那收到這個郵差的 應該我忘記是快遞還是 還是掛號信 OK掛號信 查稅 那查稅就查稅 沒有關係啊 那又查嘛 反正我也沒有多少錢可以查 那接下來 就一點串 一波又一波的打壓 好 那我們先講到最近好了 我人來到美國 6月初的事情 7月份我的手機就出現 我的簡訊上面有一個警告說 我的手機有被鎖定 我就想說這個一定是防毒軟體 很多防毒軟體都說 啊你的手機中毒了 啊什麼中毒了 請打什麼什麼 請接下什麼什麼 嗯 我就沒理他 過了不到一個月 又出現另外一個點訊說 他的原文就是 Someone is trying to get access to your photos and contacts 有人想要取你的手機中的照片跟通訊錄 嗯 對我覺得不對 再過了一個月 我又收到類似的訊息 嗯 那是最近我被跟肩的狀況 嗯 那這件事情也是我告訴台北地方法院說 我有生命上跟這個身上的安全危機 嗯 你想想看早期陳文誠事件 是 江南案就是在美國發生的 是 那最近有人提到黃芳燕在美國突然這個被自殺 有人這麼認為 當然這個事情目前還沒有答案 但是江南案是破案了 江南案就是台灣的情職單位跨海到美國去行凶吧 嗯 所以在台灣歷史上極權政府是做過這類的事情的 所以我的律師呢就告訴法官說 哎我有身家性命的安全 嗯 結果法官呢一定覺得我在開玩笑 或者是我在栽贓政府 就告訴就告訴我的律師說 你不能口說無憑請提出證據 嗯 我的律師就把我三封簡訊完完整整的 有日期有時間有所有的東西都有 嗯 有內容 嗯 然後給這個台北地方法院 嗯 哎台北地方法院竟然視而無見 然後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劉成武竟然說 我的人身安全白色恐怖是幽靈抗變 嗯 他沒有回應我說那這到底怎麼回事 嗯 除非他告訴我說啊 彭文哲那是你自導自演的 來證據在這裡 嗯 哦那個根本就是發錯單位了 他是這個 這個 搞錯對象了 但你好歹告訴我 我的人身安全 那這簡訊是怎麼回事 那這是最近的事情 中間當然來來回回啊 包括了我們在美國 的林環牆教授 嗯 他 在美國教書的學校 接到了不知道多少封的檢舉函 嗯 有黑函有著名的 有具名的 他的校長接到 他的系主任接到 啊 那當然有找他去聊聊說 哎怎麼回事 有人在害你嗎 嗯 當然你知道美國這社會 基本上比較理性 嗯 他們不會因為一封黑函 然後就去處理你 那林環牆教授說 他包括他到英國倫敦去 他每件事情都給學校包背 嗯 學校也很清楚蔡英文是個假博士 因為今天在學術界的人 沒有一個人啊 除非你妹子良心 沒有一個人會 認為蔡英文的學位是真的 嗯 不可能 嗯 一個沒有博士論文編號 三十八年來沒有人引用過的論文 從來沒出現過江湖的 連個電子黨都沒有的 嗯 馬上可以判定 不用再講了 也不用問倫敦大學了 也不用問政經學院 直接判定 這就是個假的 好 那除此之外 我們在美國 在加拿大 在澳洲 跟論文門相連結的人 他們都遭受到了奇奇怪怪的事情 嗯 還有那個被莫名其妙的陌生人 約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他的警覺性很高 他臨時就cancel了 有人說哎 我要給你提供一個什麼什麼樣的資料 嗯 然後跟我們海外的這個 宇宙政經學院的這個校董們 嗯 聯繫 這種事情在這兩年當中 我們發生了不知道多少件 嗯 好 那你說海外這些人在做什麼 他們在用各種各樣的方法 比方說跟宇宙政經 跟這個倫敦政經學院 嗯 去篡改網路上的資料 嗯 啊 把這個圖書館的資料 明明就是原本 這本論文有兩個作者 嗯 在被我們笑了以後 就把那個另外一個拿掉 嗯 啊 還有在臉書上面 說什麼 恭喜蔡英文博士 這個當選總統的那一個 或者是說認證 蔡英文有博士學位 那上面的所有錯字 被我們笑了以後 他都更正了 嗯 所以台灣在英國有一個 犯罪集團在操作 蔡英文的這個危機處理 嗯 這些事情都指證歷歷 其實我們在我們 長達大概1000頁的 法院跟檢察署的書狀當中 我們都指證歷歷 只是司法官視而不見 嗯 因為他們腦袋裡面所想的 是怎麼樣巴結權貴 怎麼樣巴結 怎麼樣驅成上意 嗯 好讓他們在司法官的路上 可以驅立避害 嗯 嗯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 捷克的問題 嗯 如果要談細節其實很多 但是我想可能觀眾朋友 我們待會再談 好啊我知道 但是沒有關係 我追問一下那個 彭文正老師 但是我怕我追問這個問題 我可能馬上要被黃標了 但是我豁出去了 彭老師你覺得 因為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有沒有學問 這是一個很簡單 yes or no的問題嗎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有學位就有學位 沒有學位就沒有學位 這個學校就 就直接就講就是了 但是為什麼 LSE 倫敦政經學院那邊 就這麼難 你就不講出來 他到底有或沒有 或者是這麼 這麼模模糊糊的 你覺得是 難道是 蔡英文疑似買通了 倫敦政經學院 或打通關打通到好了嗎 是有可能嗎 好 他做得到嗎 好我們從這個 好 這問題很有意思 其實我一開始 我也低估了蔡英文的實力 但是你注意看 2019年6月28號是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把那本論文偷渡 到婦女圖書館的那個日子 在2019年的7月份以前 所有去查詢蔡英文論文的 答案都是沒有 沒有收到 Never received 我們從來沒有收過這本論文 而且證書不可能補發三次 而且這個證書補發 就算補發 它上面的簽名 會跟當時的校長一模一樣 不會是補發當時的 所有的規定 那個時候他們叫做 在講實話的間斷 可是當總統府開始介入 國安單位介入 包括總統府記者會 拿出各樣的阿飄文件 開始作假之後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進入了一個時期 叫做噤聲期 他們不說了 不回應了 你再怎麼去問他 不回應了 包括你要去倫敦政經學院 看那本所謂婦女圖書館的 黑皮書 他們不給看了 好 經過了這個犯罪集團 一個整軍金武的時間 約末三個月後 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 派出了另外一組人 包括了公關經理 這一下弄公關的人 開始打迷糊仗 開始打迷糊仗 當我們寄律師函 給英國倫敦大學的時候 倫敦大學派了 英國第二大律師事務所 叫Pinson Mason 出來說有什麼問題請問我們 不要問倫敦大學 你就知道 他們開始在做風險的控管跟轉移 我覺得很簡單嘛 捷克你今天去台灣大學查詢 彭文正到底有沒有在台大畢業 到底有沒有在台大教20年的書 如果這件事情已經到了司法層次 台灣大學就直接告訴你 同志有 對 有很好證明 沒有很難證明 對 就說我證明你有學位 或我證明我有學位很容易 可是我要證明你沒有學位很困難 對不對 我可能說台灣沒有 可能台灣沒有 英國有 英國沒有 可能地球沒有 在月球有 那蔡英文就在玩這種障眼的手法 我再從人性最基本的觀念來看 今天如果我在台灣升等 應聘的資料坦坦蕩蕩 我為什麼要封存到138年12月31號呢 全台灣有第二個學者 他的聘任升等資料是封存的嗎 是可以申請封存的嗎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現在就跟教育部講說 彭文正申請封存他的升等資料 到138年12月31號 你看教育部會不會準 答案就很簡單了 所以你看教育部在賀老師 賀德芬名譽教授告到行政法院之後 包括了前面數月 一年多教育部都說這是機密 到了行政法庭的二審 突然改口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不是機密你要查什麼我們都給你 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兩件事 第一個他發現用機密已經擋不住了 在法庭上面已經無法自圓其說了 第二個某個角度來看 你可以認為他已經篡改好了 準備好了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 捷克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相信我 這個案子到最後 去坐牢的人 絕對多過一個棒球隊 一定多過一個棒球隊 因為這裡面包括了教育部 我直接點名啊 教育部長潘文忠 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章 國家圖書館的館長曾淑賢 還有包括外交部長 出入境管理局局長 還有法院的黃偉檢察官 還有劉承武 還有相關的人 你們準備在這個案子水落石出之後 排隊上球車 我說到一定做到 捷克你可以把它寫在牆壁上 刻在石板上 你看我未來十年 會不會追究這些人的法律 民行事責任 我說到一定做到 而且弄掉我沒有用 我復死子寂 胸中必及 我交代我兒子 我這次去洛杉磯演講 我特別帶著我兒子 我跟他講說 你看著爸爸在做這個事 我兒子現在才出三 我說爸爸在做這個事 你做著聽講 你看看爸爸在做什麼 你記得將來這個事情 如果沒有水落石出 你爸就掛了的話 你接下來繼續做這個事情 他點點頭 那我也相信 我哪天被黃芳艷掉 或者是被劉怡良掉 我相信捷克 包括你在內很多人都會聽我 都會繼續接下這個棒子 把真相追出來 所以我沒問題 我那個彭老師 我比較沒有你那麼偉大的情操 但是我願意跟在你後面 然後你在前面先走著這樣 那如果到時候小弟 我不信被罰了三百萬 我可能就發動網路募款這樣 拜託大家知 好不好 你罰我太好 我就上好不好 只要小弟我頻道還在 這個剛剛你那一連串的人 好不好 我就以本頻道放在那個影片 放上去做見證好不好 那真的很多 這個真的這麼多 不過那個我相信就是 如果他真的是一個犯罪行為的話 為了cover這個犯罪行為 過程當中參與的人 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 那個彭老師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你說那個蔡英文 他已經把他的當時的 升等的那些資料都封存起來 封存到2049 138年 2049嘛對不對 2049年 好那當時是誰升等他的 誰給他升等的 那個人呢 好應該這樣講 他是在1983年的8月1號 先到東吳大學擔任兼任講師 1984年 我用西元的目的是因為要跟英國這邊的資料對在一起 對不然我一下72 一下1983 西元好了 1984年 因為蔡英文不是宣稱他1984年3月拿到學位嗎 是他不是宣稱他1983年的10月16號後來又改口說被抓到說10月16號禮拜天 他就改口說沒有沒有10月17號很好笑喔 你的口試日期可以隨著被抓包而改日期 連口試委員指導教授都可以改啊印象中還有第三個人 好啦這都是笑話沒關係這都是律師出的白紙黑字 所以還包括我剛剛忘了講 球車上還會有他的律師啊 因為律師是在幫忙製造偽證 臨之不實還製造偽證 好接下來 1984年的8月1號 他應聘為政大的客座副教授 如果大家熟悉這個病座就知道 一個拿到博士學位的人怎麼可能去擔任客座呢 那一定是正式的副教授嘛 前一陣子我不知道捷克的粉絲們有沒有跟追蹤到 蔡英文的1984年9月28號 親手填的政治大學的應聘的個人履歷表 1984年9月28號 他的履歷表出土了 為什麼出土 因為我們賀德芬老師行政訴訟就調來的 上面明明白白寫著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 叫做Loss of Subsidy Dumping and Safeguard Markets 跟他38年來口口聲聲說的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從頭到尾只有一個end and是一樣的 其他通通不一樣 那請問你不是看到貴嗎 他1984年8月1號應聘政大 9月28號填的履歷表 上面寫說他的論文題目 博士論文中的第二個部分 part 2的題目 在網路上就被大家笑翻了 說你的博士論文的題目還可以拆喔 你以為你是變形金剛喔 你還可以拆解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然後第一部分也可以當題目 第二部分也可以當題目 所以你從這些蛛絲馬跡 你可以看到他呢 根本就是一個 所以為什麼賀老師說 他是一個三無的副教授 第一個無博士證書 第二個無論文 第三個無審查 你可以從我們從教育部 法院去調回來的 所有的資料上看到 他在他的證據上面 他在自己填的履歷表上面 他填的博士論文題目 跟他現在不一樣 而且政大的人士是 送審蔡英文的資料的時候 他的著作是三篇 台灣的期刊論文 完全沒有提到他的博士論文 這證明什麼 這證明他在政大送審的時候 他沒有博士論文 好 那一個沒有博士證書 沒有博士論文的是怎麼受聘的呢 對啊 賀德芬老師 搜出來他的 他的論文的公文上面 他的應聘的公文上面 寫說蔡英文應聘政大 是教育部根據海外延覽學人歸國方案 而且是由教育部付錢 由教育部暫缺 所以他應聘政大的時候是沒有經過審查的 然後政大校長歐陽勳直接批了一個就是說 照指示辦理 所以他當年是一個沒有經過審查 從後面塞進去的人 好走後門塞進去是為什麼 因為他的父親蔡傑森 你也知道他靠特種行業起家 那富可敵國 那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叫做勒馬飯店 大家如果熟悉中山北路就知道 在總統官邸 方圓500公尺內 會有一棟大樓 弄特種營業 你就知道說蔡英文的父親 跟當時的黨國的關係非比尋常 當時他的父親是什麼呢 屏東同鄉會理事長 那時候正是蔣經國在崔台青的時候 同樣的他前一個擔任屏東同鄉會理事長 人是張峰旭 這個張峰旭還擔任過內政部長 所以屏東同鄉會理事長是很大的頭銜 那麼蔡傑森曾經 託人去跟這個蔣經國說他有個女兒 要回來要到政大會 要到這個台灣的學籍去教書 結果蔣經國找了當時的 總統府秘書長馬記壯 下了條子給政大的校長歐陽勳 然後轉給政大的法律系的系主任劉鐵征 這個是發生在民國73年1984年的事情 結果第一個當下時間 政大法律系的系主任劉鐵征打了回票 他沒有接受這個官說 把這個退回去 這些公文都在 如果看我們節目的人都知道 我們都把這些東西放在了 法院的卷宗當中 所以我現在講的每件事情都不是空口說白話 只順便上捷克的時間 我們沒有因為直播 我沒有把它整理拿出來給大家看 沒關係沒關係 結果蔡英文第一次扣政大的門是被打回票的 第二年重新來過 才是由上面總統府秘書長壓下去 才讓當時的政大校長歐陽勳 還有當時的政大法律系系主任劉青波 讓他擔任政大的客座副教授 學界待過的人都知道 客座副教授證明什麼 證明這個人要麼年紀很大很大 要麼就是國外的比方外國人 他必定要在台灣久留才會用客座的名義 所以熟悉學界聘人都知道 這個過程每一個環節都知道 蔡英文就是個假博士 他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回台灣招搖撞騙 我聽彭老師您這樣這整段講下來 我個人覺得是他當年這樣子 有當年的這個時代背景 但是他的最大的問題是 他沒有誠實的去面對 他沒有論文這個事情 他沒有博士學位這個事情 因為他當年畢竟是蔣經國特批 不管他怎麼樣 但是他現在的重點就是 他為了要cover他的那個謊 他用了太多的手段了 那那個彭老師 我再請問你 你剛剛在你的整個講述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哪怕您是身在美國 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你也會 你也會感到就是 行中被監控啊 或怎麼樣子 那你有沒有覺得 這也是我今天在訪問你之前 我直播的題目 你有沒有覺得 美國他是在照著蔡英文 當然 他好像在照著他 那 那好 那首先就請問 彭老師 你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然後就是 你覺得 如果真的有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這個真相追出來 如果美國都照著他 兩個問題 其實 美國照著他應該這樣看嘛 美國讚揚台灣的民主 美國會不知道台灣現在的民主倒退嗎 會 但是美國還是會讚揚台灣的民主 為什麼 因為 他有個主要敵人叫中國嘛 台灣無論如何都比中國民主嘛 這不用懷疑嘛 對不對 就算他明天派人把我給江南掉了 我們還是比中國民主嘛 因為中國被江南掉的人 可能可以排一列火車嘛 對不對 所以國際政治是比較的 各位不知道記不記得 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 他後來出書 他非常討厭蔣介石啊 他曾經在他的書上說 蔣中正蔣介石啊 他是賊啊 他們一家都是賊啊 他偷走了我們美國 對台灣的軍援的援助啊 可是你知道當時的美國政策 還是全力挺中華民國 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 直到尼克森卡特 因為那時候大家發現 喔中國開始開了一點門戶 有了甜頭 所以就立刻轉向 所以這是一個階段性的美國的利益 各位再記得一下阿扁是被誰出賣的 被艾格蒙洗成精準 對對對對對 他的背後 美國如果沒有點頭 他的資料會出去嗎 可是你看看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美國有沒有挺阿扁 當然有啊 如果美國沒有挺阿扁 阿扁上得了總統嗎 上不了 所以阿扁在當總統的時候 美國有沒有挺他 有 可是美國要翻臉 要氣之如必喜轉眼 翻臉比翻書還快 再來 馬英九有沒有綠卡 有 為什麼美國死都不肯釋出 他美國當時的態度 是不是跟現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一模一樣 就是不說有也不說沒有 你要問我我就不說 我就不理你 當作沒發聲 那美國為什麼要挺馬英九 當時的利益是如此 對不對 那當然馬英九卸任之後 這些事情試過今天 大概也不追究 其實馬英九有綠卡 這件事情沒有很嚴重啊 坦白講 在那個時候的留學生幾乎 幾乎99%的人會申請工作 申請綠卡 這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吧 當年陳世夢也有啊 陳世夢在美國出生了 當年在美國念書 如果假設還有想要待下來 哪怕是找份工作的人都會申請 而且那個時候申請非常容易 所以我不認為這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就像蔡英文當時去政大 後面有高人開路 所以她特權闖紅燈 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對沒錯 問題在於 馬英九對於綠卡這件事的回應 他是閃閃碎碎 還不至於像蔡英文這樣子 無中生有然後一口咬定 更惡劣的是 蔡英文的問題不是誠信的問題 蔡英文的問題是犯法 你想想看他為什麼不願意承認 他沒有辦法承認 因為他從1984年在政大開始 一路都偽造文書 如果他承認的話 他後面就是幾十年的徒刑 追著他跑不掉 所以他不能承認 但是有綠卡這件事情沒有犯法 我沒有犯法嘛對不對 而且我沒有用我的綠卡 去做任何的牟利的行為 可是蔡英文不一樣喔 他的假學位為他在政大騙取了多少的薪資 跟他後來進入政壇的多少的有形的無形的利益 對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兩件事喔 是 所以你剛剛問我說美國會不會造台灣 我跟你講喔 造蔡英文 捷克 他不是造蔡英文 他是造台灣 今天台灣的總統是柳捷克 他照樣照你 街頭藝人他一樣照我 為什麼他要照台灣 因為台灣對他有階段性的利益 而且台灣跟他的感情比較深厚 這也是事實 但是國際政治就這樣很現實 他知不知道 呃 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知道 你知道維基解密曾經 Wikileak 對曾經有過那個AIT的藝文 就呃 美國在台協會 怎麼形容蔡英文嗎 他說 蔡英文就是一個 遇到事情啊 都會推給別人 然後什麼事都不做的律師 嗯 這是維基解密 嗯 那維基解密也曾經說過 朱立倫是個大嘴巴嘛 嗯 朱立倫正經選主席的時候 KEEP BOOT 他說那是獨派團體什麼 什麼的刊物上 其實不是他完全搞錯了 嗯 他完全搞錯了 他說是喜樂島聯盟的刊物 他完全搞錯了 啊 那 維基解密上面 證明什麼 AIT的官員不喜歡蔡英文啊 嗯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現階段他們有更討厭的人 叫習近平啊 嗯 所以現在路上隨便抓一個人 美國還是會挺 嗯 但是這代表美國會一直挺嗎 你覺得拜登過一陣子 嗯 嗯 或者下台之後 或者蔡英文下台之後 你覺得他會挺嗎 如果會挺的話 阿扁就不會在牢裡 所以 我一直跟蔡英文講的 我希望他能聽懂哈 嗯 你的總統不是做一輩子 但是我街頭藝人可以做一輩子 嗯 而且我不但做一輩子 我還做兩輩子 我把我的使命已經傳承給我的兒子 嗯 傳承給我周邊的親朋好友 嗯 我不追論文門沒有關係 嗯 其他人還會繼續追 嗯 所以我要告訴蔡英文的是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嗯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嗯 聖經的路加福音8章17節說 隱藏的事沒有不顯露出來的 嗯 我要告訴蔡英文的是 你躲得了今天 你躲不了明天 你躲得了明天 你躲不了明年 嗯 你躲得了明年 你躲不了你的良心 你躲得了你的良心 你躲不了最後的審判 蔡英文 你承認 誠實面對吧 嗯 好 鳳老師講得很好 很好 那個 很像牧師嘛 對對對 你最後一段我都要Hallelujah了 你知道 馬上頓悟這樣子 但是我相信蔡英文 她應該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她這個對她的感召可能 感召力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彭老師你就是 你是比較 你相信 2024她下台以後 她就會要面對 這個 這個司法的調查了 是不是 美國就不會再照著她了 我覺得很簡單 嗯 美國2024年要不要照她 她要看看兩邊的勢力的權衡 蔡英文下台以後 對於台美關係還有多少實質影響力 嗯 第二個 她要看看追查論文門的這些人 他們的決心到哪裡 嗯 美國畢竟是個講理跟講法治的國家了 嗯 嗯 當輿論 當司法 把證據攤在陽光下的時候 嗯 美國政府想照也照不了了 嗯 她就是另外一個水門案 嗯 我可以非常斬釘截鐵的說 美國政府知道 蔡英文是個假博士 嗯 英國政府知道 蔡英文是個假博士 嗯 他們也沒有想要配合 只是事情發展到今天 他們不得不選擇一個 對大局比較有利的方式來處理這個案子 嗯 但是這個事情會 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 嗯 如果不會 我說過 愛格蒙洗錢組織 這個資料要釋出的時候 美國一定會出手打 嗯 美國會認為說好 阿扁跟我的合作關係呢 告一個段落 如果現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嗯 我們覺得有些事情呢 遲早還要面對 嗯 所以他就准許這個資料丟出來 嗯 那馬英九的綠卡 因為事情沒那麼嚴重 那是個人的 對 個人當年的選擇 他也沒去害人 是 馬英九沒有說當年 哦 有人說他綠卡 他跑去告人 如果告人那這事情比較大 因為告人的話 這牽涉到另外一個人的權益 嗯 馬英九的綠卡沒有傷害任何人的權益啊 所以美國人覺得算了算了 對 下台就算了 對 但是蔡英文的問題不是哦 蔡英文的問題 蔡英文的問題是 他直接傷害了林環牆教授 一個美國公民的名譽權 嗯 你看看 總統府發言人士 怎麼樣詆毀林環牆跟賀德芬 嗯 雖然賀老師跟我是中華民國公民 嗯 可是難保有一天我不會變成美國公民 我在努力當中 等我尋求政治庇護 我如果拿到這個美國公民的這個 我拿到美國護照的時候 我會貼在我的臉書上 糟糕大家啊 1450 準備看的話 好 等到我拿到美國公民身份的那一天 我絕對到美國國務院 跟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去申訴 所以我一定會做 嗯 就算我暫時沒有好了 林環牆教授 一個美國公民的身份 他如果在美國打官司 你說今天美國國務院 或者是美國總統 還會繼續裝作沒事 那要看台美關係 對美國的這個全球布局 到底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嗯 可是這件事情繼續追下去 你覺得美國的司法部門 會掩護蔡英文嗎 嗯 這麼明白的事情 會掩護蔡英文嗎 因為這是白紙黑紙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去創造一個 38年前的文件 嗯 你也沒有辦法去創造一個 38年前的論文 對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 是 現在 就算美國要照蔡英文 最多英國要照蔡英文 最多就是不吭聲了 嗯 嗯 他們犯不著為一個 在國際間 當然現階段重要 嗯 他犯不著為一個這樣的人 一個 罪犯去掩護他嗎 沒必要 所以 今天蔡英文如果要請全國家的機器的力量對付我 那我就要用愛因斯坦 我搬愛因斯坦出來 因為相對論裡面 你用空間搞我 我用時間來回應你 OKOKOK 反正就是2024以後 你跟他都一樣的身份了 你也不用再怕他 反正就跟他 豁下去 時間 有人問我 有人我說那民進黨繼續執政 這個事情還會變成千古懸案 我跟你講 我還比較擔心是 國民黨執政 搞不好反而不追了 因為國民黨執政 可能會跟蔡英文做一些 Undertable deal 對不對 就是 好啦 你叫民進黨挺我們 那我就不追你了 嗯 可是民進黨內 我跟你講 民進黨內的派系輕壓 比那個國民兩黨之間的鬥爭 更為血淋淋了 嗯 你覺得接下來的派系 會一定吃蔡英文的 買蔡英文的單嗎 你覺得民進黨黨內 不會有其他人 在蔡英文卸任之後 有不同的想法嗎 一定會啊 所以我不認為 而且我必須這麼說 我說到也會做到 下一任的總統如果有人要 要包庇蔡英文 我繼續告 我告下一任總統 沒差嘛 再多不愁嘛 現任總統 告過一個加一個加一個 兩個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困難 對不對 好 那你有刑事保護權沒有關係 我告你民事 你要不要出庭嗎 對不對 我告你民事 或者我傳你當證人 誰告訴我說 總統不能當證人 所以我們會用司法的手段 我剛才講過 我點過名的人 包括司法官在內 我沒有一個會放過 我每一個都會追究到底 而且捷克你別忘了 我還有一個專長 就是我會寫書啊 我打算寫歷史 我用著書立說的方法 把我走過的這一趟論文門 跟台灣的國家機器 是如何的腐敗墮落 我會把它寫成書 還會拍成電影 大家可以解釋看看 未來十年我說到的是 我有沒有做到 好好好 非常謝謝彭老師 接受我的訪問 跟你一起訪問 真的是地圖泡猛開耶 好多人 波及到好多 但是沒有關係 今天豁出去了 但是彭老師 希望您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來回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好不好 好的 就是網友問題可能會比較尖銳 你要承受住啊 好 毫無疑問